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小沙米道心不稳 老和尚对症下药 老和尚带着小沙米出门行脚 以后你们讲法师 就是和尚出去叫行脚 你们叫什么走路 法师要讲行脚 所以无论行走在广阔无边的丛林 和翻山叶林 老和尚都是遥遥地走在小和尚之前面 小和尚背着一个行李紧跟在后面 一路上两个人相互照顾 彼此为伴 大家都很开心 小沙米走着走着心想 难得人生 短短几十年的生命 却必须经历生老病死 受到六道轮回之苦 真苦啊 不过既然要修行 就要立志当菩萨救度众生 因此我不能懈怠 赶紧跟上去才行 想到这里走在前面的老和尚突然停下脚步 面露笑容地回头对他说 来包袱让我来背吧 你走在我的前面 小沙米感到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老和尚让我走在他的前面了呢 还帮我背包袱呢 但是他没有办法照着老和尚的指示 把包袱给老和尚让自己走在前面 走着走着 小沙米觉得这样 逍遥自在 前面没人的嘛 而佛经理说啊 菩萨必须顺应众生的需要 而行各种不失 走着走着 他觉得太辛苦 况且天下众生苦难多 何时才救得完你 不如独善其身 像现在走路一样 哎 我逍遥地走在前面多好 念头一起 就听到老和尚 很严厉地推他说 你停下来 小沙米赶紧停下来 回过头 看见老和尚严肃的脸 一笑不笑 吓了一跳 老和尚将包袱拿给他 包袱背好 跟在我后面走 小沙米想 做人真苦 刚刚想逍遥一会儿 自己还那么开心 一转眼又难过了 哎 人的心念真的不稳定 难怪凡夫心很容易动摇 还是修菩萨行好 起码我可以面对苦难的众生 跟很多好人 皆善缘 做一些本分事情 这时候老和尚又 面带笑容地回头照顾他 并将他的行李 老和尚拿去背 又请小和尚走在前面 小沙米心想 老和尚反反出入 让我这么发心退心 直到第三次再起退心的时候 老和尚又很严重地 开入对方 小沙米终于忍不住自己 内心的疑惑 他就说 师父 你今天为什么 一下子要走在我前面 一下子又要我走后面 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和尚说 你虽然有心修行 但是你的道心不坚固 感动时你就发大怨 却又很快地退失了道心 这样静静退退 你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成就啊 听到老和尚这么说 小沙米赶紧忏悔 当他又升起菩提心的时候 老和尚都知道 又让他走在前面 他就不敢了 他说 师父 这次我真正发心 我不坐在前面了 我要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 大心大愿 为基础 为道基 一步一步地向前进 老和尚听得非常高兴 对小沙米赞叹 尊重之心开始有了 两个人有说有笑的上路 很多人都知道 要修心 我们要发大愿的心 立大愿 发心虽然很简单 但是恒心 倒心不容易 所以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 我们今天虽然很平安 明天 却难预料 如果我们发下好的心愿 我们不退转 那么你 就是会一路顺风 往前走 如果你今天 心生退转 你把有限的光阴 就会浪费在 犹豫不决 而且会把前面的 所修的道行 全部 全功尽弃 实在太可惜 所以 发大愿的人 不能骄傲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坚定 自愿 磨练 耐心 训练 自己的毅力 必定 能度过难关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学佛了 一定要 好好的 对得起菩萨 一定要好好的 对得起所有的人 希望大家 一定要 好好的 努力 学佛 把人生的烦恼之根 去掉 因为人生的烦恼之根 就是 我们 惹尘埃 为什么菩提本无数啊 明镜已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因为我们实际上 人生出来的时候 是很乖的 从来没有这种 各种各样的心念 就是因为我们 只有尘埃 为什么 我们越长大 贪心越多 越长大 我们越狠越 嫉妒心都来了 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些心 这就是人 在成长当中 不断地会碰到那些灰尘 所以希望你们学佛的人 要远离尘埃 能够一事修成 报佛恩 文字幕志愿者 杨沟